首先看到14号美国公布了一段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 面向台湾学生的致辞的视频 克拉夫特在视频当中宣称 美国在联合国等场合 支持台湾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作用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昨天也就是18号的历经节日会上表示 克拉夫特潜入联合国大会厅摆拍视频 荒唐可笑令人不耻 我想首先强调的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表明 证明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分裂中国的图谋 都不会得到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支持 注定会遭到失败 有意思的是 经向联合国方面核实 联合国大会厅1月14日 没有举行任何会议 秘书处也没有批准任何国家 当天在大会厅举办任何的活动 克拉夫特是滥用自己作为会员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权力 潜入大会厅摆拍了这段视频 中国民间有句话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来 克拉夫特自编自导自演的这出闹剧 实在是荒唐可笑令人不耻 另外针对美方近日在涉台问题上 采取了放松美台交往限制等行动 中方也决定采取相应措施 鉴于美方的错误行径 中方已经决定 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 美方负责官员实施制裁 美方负责官员实施裁 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